狗狗狗狗狗狗的 歡迎收看約定的交情 歡迎 李鱓興 記得帶來的來賓立法 掌聲鼓勵 嗨 耶 好久不見了 各位 剩四天 我跟你才剛見面完 還好 請問你最近都在幹嘛 我不知道我最近在幹嘛 現在跟人家吵架 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很常跟人家吵架 有嗎 你又不是吵架啊 不是 會有人自己來找我吵架 誰是要吵架啊 就是一些 我去排隊 兩個字的啊 兩個字是誰 兩個字是誰 怎麼突然爆出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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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字是誰 好奇吧 好奇吧 就是大部分人都兩個字的 在座室人都是兩個字 兩個字是誰 對 兩個字的 兩個字的 我們這邊全部都是兩個字的 全部都是 沒有 一人不俗啦 那你最近在幹嘛 你去韓國飄戲好玩嗎 好玩啊 不會 你看 欸 等等啦 我好不贏喔 同樣的問題 他的反應跟他的反應不一樣欸 對不對 欸 誰在說話 沒有啊 其實我這兩個月 都比較密集去韓國 我去兩趟啊 就去看飄戲不是嗎 沒有 去做做醫美 然後去那個 就是逛一下 然後去Costring啊 主要是去Costring啊 主要是工作 為什麼沒有去 為什麼沒有去 體驗一下當地的 不是 我跟你說 我嚴厲次責做違法行為 然後我去的時候有調查一下 就是 紅燈區現在在韓國 好像是違法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違法 反正 但以前是合法 但十年前好像是合法的 以前是合法 後來違法 就是大家最近期的 發生的事情 嗯 狀況 嗯 沒錯了 然後問一下 剛從東京電玩展回來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 東京電玩展 喔 我 因為我這輩子沒去過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去 然後我這一次去 我覺得我 蠻意外的 就是沒想到裡面這樣分那麼細 就是它為什麼 一管就在這邊 然後就所有攤位在這邊 但是它另外一管 又有別的更多攤位 但是這一管 然後裡面再細分 就是可能2B跟2C的內容 所以我剛好這一次去的時候 就是前三天就把所有東西都逛過 那你逛起來有跟台灣的 或是任何你逛過的地區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最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我在第三天的時候 我沒有無敵心心的 就我被一般玩家進場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罰站站來1小時 然後到底是這次去排隊的時候 然後我要準備放進去的時候 欸 大家用走的欸 它是散步慢慢走進會場 你說不會像是 就是台灣有那個頭香哥什麼 第一個進去 然後用跑的 沒有 台灣是衝的時候 它還有手要放後面 然後放後面就壓過去 你知道嗎 這樣是在游泳還是怎樣 不是 因為它想要搶第一個啊 所以台灣說 哇 我就覺得這個風氣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沒有錄到你 但我不知道 他們那個是不是 就是理論上 日本的也會有一些限定的東西 還是沒有 有啊 有啊 那就是 這邊叫溫月系啊 那就是素質這樣長 對啊 你們有去排午飯啊 或者是那個 蒙古烈的攤位嗎 對啊 你們都有去排 可是你們那時候排隊 會有人往前跑嗎 我們啊 謝謝你們有去 謝謝你們有去 然後我們的特色帶過去了 對 他們那個錄人就說 在那個推特 他說 我今天有看到那個在跑的欸 應該是台灣人吧 沒有 沒有 有一段是用跑 但是因為跑一跑 為什麼沒跑啊 因為好累 超遠 你有發現旁邊人都沒在跑嗎 有 就是 但你們也不顧一切 還是有人在跑 然後看起來也是台灣人 有看到在跑的 同槍啦 哎呦還不跑 他們都用走的 我們還用跑的 趕快喔 撿卡撿你啦 然後前陣子有那個颱風 各位還好嗎 你們不是坐那個飛機很high嗎 我超high的 你們怎麼敢啊 欸我直接吐出來了耶 你有吐喔 你有吐帶嗎 還是直接吐在人家身上 有喔我吐帶啦 我哪有吐在人家身上 那我都沒水準啊 我會不說 你確實有這麼沒水準的潛力 哈哈哈哈哈哈 你確實有 然後你確實身邊有一個 你接著更有水準的包容力 被 你們一個有這種齒力 然後一個有包容力 其實我是覺得很有可能 確實確實 我是很有畫面的 對我不太意外了 我想寫一些回憶 哈哈哈哈 啊我們接下來有那個 一些奇聞 要跟大家共產一下 因為在座的各位 應該也很久沒有討論過 關於價值觀 或者是 什麼的事情 我很常 我每天都要跟 我每天也都在討論價值觀 價值觀 每天都在大談 這是我最熱愛的話題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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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們都愛講 因為現在實況很難做啊 不大談不知道要幹嘛 哈哈哈哈 難怪有人每天都要大談 對啊 每天都要大談啊 啊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有趣的小文章 我例行性的跟男友 括號 現在可能是前男友了 出去玩 約會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走到一處公園 男友漫無目的的滑著手機 一切都如此的正常 他忽然把手機拿給我看 指著我的IG 最後一篇貼文說 這是什麼 我說 這就是我們剛剛的照片 他說 你把我們的照片 放到IG上了 這裡還標註的是我 對啊 怎麼了 他一臉不可置信 走到我旁邊坐下 指著我 這時候 我立刻感覺到事情不對勁 因為我很不喜歡被人指 而且他知道 你 你不知道 這有多危險 後來他就走掉了 我的IG也被他封鎖了 要你啊 哈哈哈哈 快啊 要你啊 完了這個 後來 我回去傳訊息 他都不讀不回 已經一個禮拜了 所以 有人知道 到底是什麼東西 很危險嗎 喔 這很危險啊 超級危險啊 超非難的 沒了喔 沒了嗎 很完整的故事 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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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會 發生在我身上的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要這樣自己講 沒有 我先講喔 這故事我覺得 是有機率發生在我身上的 因為這件事情 我也超級不喜歡 你說 沒事PO跟你的合照 然後標記你嗎 對 但我不會這樣子跟他說話 或者是我不會這樣子講 我會馬上 意識到 這個人很危險 這個人很危險 然後我會 瞬間離開消失 蛤 對 我會瞬間離開 我也不會跟他說 好危險 這好危險 我不會講 我不用 為什麼你在直播 不用說效果老哥 就是我會馬上知道這個人 是很危險的人 所以我就會離開 危險的地方 對 對我來說很危險 因為基本上我不喜歡 我的私生活 是被大家解釋的 他的大家不是說 觀眾或是什麼 他是說 其他朋友 對 就是我從以前談戀愛 我就不懂 放閃的意義在哪 對 請問你就是拍一個 我們合照這樣子 然後PO一個公開視訊平台 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你戀愛 就是他們你們兩個人的事情 而且他那個故事是 那個女生已經PO了 然後那男的不知道 他自己滑IG的時候才發現 這是超級糟糕的 這是超級超級不舒服的 就是今天我如果被拍被標 然後是沒有被問的 那如果問你的話 你願意同意嗎 沒有不同意啊 你會說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也許會同意 但是你不能沒問 那反正你覺得 那男的消失合理嗎 我覺得超級合理的啊 我也覺得合理啊 你也覺得合理的啊 可是這項這邊文章下面 就一定會 全部都是在講 他有鬼 他心裡有鬼 他心虛了 我覺得不會到全部啦 一定幾乎都是 但會很多次 80% 這個輿論就是會長這樣 我看我看 他是通緝要辦 對啊你看馬上有啦 他怕被人發現 所以很危險啊 馬上先來一個啊 對不對 就是一定都是這種啊 然後我最討厭的就是 傻眼放生啦 這種 就是永遠沒有在檢討自己的人 當然他有可能偷情啊 但他們也有另外一個可能 對 你要兩邊都 都講一樣了嘛 怎麼可能會直接說傻眼放生啊 你不可以直接偏頗一邊 我們看一下其他一個 前幾天 跟男友 還有女生朋友一起吃飯 朋友的穿搭就是很常見的 緊身背心加長褲 外面再加一個襯衫 只是朋友的胸部算大 我跟朋友一起坐 對面是我男友 我就看到他聽我們講話的同時 眼神飄到我朋友的胸部 不只一次 他的眼神就是偷偷摸摸的那種 我該難過嗎 是代表男友對我的愛不夠忠誠嗎 還是男生都這樣 就跟你說男生很可憐 那媽的 終極醫生要被這個荷爾蒙所苦 要是你把你的荷爾蒙斷絕了 你根本看都不想看 那沒辦法 那媽就有嘛 那能怎麼辦呢 對啊 然後你又有一些客觀的事實 是不能陳述出來的 大的就是好想看 你能講嗎 你跟女朋友還有閨蜜吃飯 你能講這件事情嗎 講不了 死生都講不了 但我覺得要打就是 幹兩個操作 這其實就是你要看到機會 這邊跟各位男性朋友 這邊一定要講 一定要無私 沒有女生 是不會注意這種小東西的 就算她說 她是什麼男人婆什麼的 都可以 她怎麼說那是她的事情 但他們一定都會 去注意這些小細節 所以你就是不能看 所以當你一句 幹她閨蜜奶好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機會來了 你就要一直盯著你女朋友 死盯著她 你要死盯著她 然後完全冷落 那對巨大的 具有嘲諷能力的 雙風 雙風 然後結束 你冷過這兩個小時了 你接下來平安一年 你知道嗎 你回去的時候 因為她一定有這些細節 她就會覺得 唉唷 他很加分 然後她 這男人真的很愛我 下一次 她不在的時候 你放我看 你下一次就要這樣子瞄一下 她好像沒有特別注意到 幹你就我可以瘋了 然後不用雙腦一直開 因為她覺得好好安全 你要先營造一個 安全的氛圍給她 我一機就是轉機 沒錯沒錯 你之後就可以爽看了 沒錯沒錯 安妮說 綠寶 我閨蜜那個大問號 大嗎 沒有吧 安妮講話嗎 安妮講的 安妮講的啊 你那邊哪一個大的 喔有一個很大 喔喔喔喔喔 我跟你講 安妮很懂 她回來問我說 欸你覺得她今天穿得怎麼樣 我說我覺得還不錯啊 她說你覺得大嗎 我覺得就蠻大的啊 嗯 只是我覺得安妮是會讓我 跟我彼此之間是不會 她不會限制我 她會讓我去看 沒有她硬放 我就跟你說 安妮也是天秤尊重的 我們想覺得是一個尊重的 對啊 安妮那天秤尊重 你都知道 我跟你講 她一直對安妮是加分的 然後每次出去喝酒幹嘛 她說 喔我跟你講 安妮真的很棒 怎樣怎樣怎樣 對啊我都是有那個 我很少稱讚別人的伴侶的 Jazz 你臉不要那麼紅啦 很好笑 你臉不要那麼紅啦 欸你這臉不會 不是因為太好笑了 因為我真的是 基本上我很少會 就是對別人的伴侶是 給downs 太少了 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機率超級低的 我呢我呢我呢 你的伴侶超棒的 你的伴侶超棒的 我是說我啦 你是說你 你是誰 他稱讚的地方很對啊 基本上你們的 你們這一對我的評價呢 很難用稱讚來行動 基本上就是 一個蘿蔔 一個咖 對對對 我們再來看 一個小故事 最後一個小故事 差不多啦 我男友35歲 跟他交往後才發現 他有一個不小的家族企業 在生意上相當有成就 財力也非常的豐厚 爽啊吃啊 但這樣的男友 卻是我交往過 最沒誠意的人 前陣子我生日 我就暗示說 可以有一隻 史華洛士奇的手錶 給我當作禮物 說實在 那時就已經知道 這個男友 對於送禮這件事情 不太重視 不然怎麼會 直接要我提出 要什麼禮物 到了生日當天 他帶著兩束玫瑰來找我 帶我去吃一間 米其林三星的 法國料理 問題是 只有餐廳 真的只有這樣嗎 平常都會去 各式高級料理 到處旅行 生日卻只有餐廳 我真的 氣到快要揍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失敗過程中 心情都很差 一直期待 是不是能夠有禮物 結果他居然 真的沒有準備禮物 回家之後我就問 你怎麼沒有準備手錶給我 他竟然回答說 這些東西 不是女人自己可以買嗎 這個法演怎麼有點危險 哈哈哈哈 不要害我 那是這個文章 對 那這個文章 什麼意思 不是我的錢 就不能花在我身上嗎 感覺被恥笑了 眼淚差點掉下來 我知道自己聽起來很虛榮 但我們兩個都不是沒有能力的人 既然男友覺得送你這件事情 可以這樣輕描淡寫 但我也不想浪費時間在他身上 超想分手 好的 好啊 好啊 不是 超想分手 但還沒有選擇分手啊 趕緊放生啊 這個文是故意的吧 也不一定 如果我們假設 男生這個是已知很有財力嘛 女方沒有提出他的狀況 我們假設女方也是很有財力 就兩邊都很有財力的情況下 也許是在這段感情中 這個女方是很在意一視感的 我們一個一個分析嘛 有一種是這樣嘛 然後一種是 這個狀況是 男生這個很有財力 女生可能是一般人 但他覺得在一起 男生可能就要多付出一點 而且他都明講了 我知道我突然想到了啦 就是你可以因為 這個特別的節日 有了什麼而開心 但你不能因為這個節日 沒了什麼而不開心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聽懂 這句話的意思 但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就是有什麼 哇都要覺得好棒 因為其實都是多的 如果當你有這些想法的時候 你看所有事情 你都會覺得 幹好開心賺到 那我喜歡這樣格局的人 所以像剛剛那篇文章 他其實就是 有一種 不知足的感覺 我只能說 每天早上能醒來 眼睛能張開 本來就應該要感恩了 而不是他媽的 我眼睛張開 怎麼沒錢掉下來啊 擦擦你媽媽的 我好衰啊 就是讓我就覺得這種 都不太適合跟我講局 因為這本來是沒電了 很好 沒電了 都很沒暗喔 都沒睡 好啦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們下班吧 總之就是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禮拜開始 節目會復播 在每個禮拜一的晚上七點鐘 不一定會找誰來 如果大家有想要找的人 也可以跟我講一下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準時的收看啦 謝謝今天綠寶來 耶 謝謝 感謝大家的陪伴 那我們就下禮拜一晚上見 大家晚安 掰掰 掰掰 掰掰